佛说,行善积德 但还有一句你可能不知道 他与家族兴衰有关 佛说,积善行德 做善事而别人不知道的就叫因德 有因德的人上天自然汇报仇他的 而有阳善的人众人都知道他 称赞他,他便享受世上的美名 而一个人的名誉如果越过了实质必定有其获 因为天地神明不喜欢爱明的人 所以有名望的人若只是浪得虚名 缺少实际上的功德 那么他所遭遇到的后逆之事也就特别多了 佛说,行善积德 但还有一句你可能不知道 他跟家族兴衰有关 佛学经典中 有一部三世因果经 又叫三世因果文 其内容是劝人向善 主要讲人的命是自己造就的 怎样为自己造一个好命 行善积德与行凶作恶的因果回圈报应 希望人人都自觉自愿地做一个行善积德之人 大家想一想 世上凡是损人利己的 坑害别人的 干坏事的有哪一个能逃脱命运的惩罚 国家需要安定 民族需要团结 大家都做利于他人的事 自然就会得到认可 就是所谓的好报 三字经中有这样的四句 窦燕山 有一方 教五子 名句羊 寥寥似语 足以劝识利俗 窦燕山名叫窦宇君 后晋时期幽州人 因为古代的幽州属于于燕国 所以称他为燕山 窦燕山自幼丧父 母亲把他抚养成人 他对母亲非常孝顺 三十出头都还没有儿子 让他有了无后未大的忧虑 一晚 窦燕山梦见已故的祖父对他说 你前生罪业深重 不仅会没有儿子 而且寿命也不长 望你及早回心向善 行善积德 挽救自己的命运 窦燕山从此立志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努力修身积德 窦燕山的一个仆人 丢下幼女 到前外逃 窦燕山不仅没有实行负债女偿 而且还把无依无靠的小姑娘 当作自己的女儿抚养 小姑娘长大后 窦燕山还替他备了嫁妆 有一年新年期间 窦燕山到延庆寺去拜佛 拾到了白银二百两 黄金三十两 他想一定是拜佛人所遗失 等候了半天才 等到施主 原来这钱是去赎回被土匪扣押的亲人的 窦燕山除了如树龟还黄金白银外 还赠给施主一笔路费 窦燕山还出钱为穷人买官下葬 资助平家子女婚嫁 乐善好师 建立书院四十间 搜集书籍数千卷 礼聘品学兼优的老师 为凭苦子弟提供免费教育 一天晚上 窦燕山又梦见祖父对他说 上天因为你做了不少的善事 给你严寿三计 并赐给你五个贵子 来日都很显达 窦家因为你姬下是殷德 将会成为一个高门大帝 后来窦燕山果然生了五个儿子 由于教育有方 五个儿子长大后都先后中举 大儿子窦姨 官至尚书 四儿窦衍 未至汉林学士 三儿窦称 官村之正事 四儿窦侃 任起居郎 五儿窦兮 未左补阙 还有八个孙子 都很贵贤 而且窦燕山本人 也做到建议大夫的官职 八十二岁那年 窦燕山沐浴更衣 与亲友从容告别 谈笑而足 后世人根据窦燕山的势力 总结了一句话 那就是行善积德 无子显贵 这段公案故事 告诉我们善恶有报 有的现实货报 有的子孙货报 有的来世货报 虽有早晚的不同 但报应不爽 为恶者要谨记天网 灰灰疏而不漏 要向窦燕山学习 训识其子孙 广修善事 不做损人害人之事 成就别人做成好事 消除自己内心的污染 将自己开放成 一朵纯洁的白莲花 善是一种修为 行善积德是一种智慧 也是一种文明 越老越有福报 诸菩萨保佑所愿皆得圆满 福慧双修的三众人 弥陀佛 师兄吉祥 经常有佛友问 为时摩 我每天坚持烧香拜佛 却没能够得到福报 是佛菩萨不保佑我吗 我们每个人 生来就带住业力 累世的罪业感召来业障 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够得到诸菩萨的护佑 消除业障 一生离苦的乐 幸福美满呢 其实一切的福报灾祸 都是自己造作来的 福报好运怎得来 就看自己如何去做 那么今天沐风 就跟诸位师兄 福报好运怎样得来 行善积累福报 一个懂得行善的人 心存善念 懂得帮助他人 懂得为自己积累福报与善缘 这样不仅是为自己 得来好运与善因 更是无形当中为 自己还清了累世的债业 一切都由心造 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为自己种下善因 福虽未知 但或是早已远离 不失积累福报 一个人有多少的世间债 多少的冤亲债主 这个很难说清 甚至欠哪些债 也都无法知晓 但是有一种方法 可以化解这些世间债 那就是不失 每个人的福报 都是有限的 但是积累福报的方法 则是无限的 弘扬正法是鸡肋福报 行善不失也是鸡肋福报 吃亏鸡肋福报 有些师兄总是问目风 自己做了那魔多的善事 回报 当我们付出了 却没有回报的那部分 不要抱怨 因为我们是在还债 懂得吃亏的人 最终永远吃不了亏 吃亏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让你学会了包容大量 懂得了忍耐 自己三分积福 佛菩萨就庇佑七分 一旦我们播种善音 自然就会有善果 才能够为自己和家人 带来福报 财运与健康 目风在此致成的请愿 诸佛菩萨 护佑式兼众生远离霉运 远离烦恼 得生活美满 目风在此 请各位师兄 平时多多随喜赞叹 多行善举 广作不失 慈悲的佛菩萨 保佑一切善良的人 殊胜一课 法喜共沾 心诚则灵 虔诚求败己有回应 愿诸佛保佑众生 一切善愿 早日达成 早日离苦 早日得福 白白时 一定要和菩萨 说这句话 千万千万不要弄错 很多人都不知道 烧香拜佛时 该说些什么 虽然信仰佛教的人 越来越多 但是其实有很多 烧香拜佛的人 他们的动机并不如法 三年前 曾经有一位居士 对我说 某一个庙门口 有一位老太太 手里拿住高香 祈祷佛菩萨说 观音菩萨呀 佛菩萨呀 我的儿媳妇 对我不好 让她早早受到惩罚吧 这哪里是在学佛呀 明明是骇人 太可怕了 这种东西 简直是离佛教千里之遥 还有这样说的 神佛呀 让我赚多少多少钱吧 我拿住多少多少钱 来给你烧高香 这些是要佛菩萨 跟你合伙做生意 烧香本身非常好 齐请长寿健康 无病无灾 这当然是有用的 不过要记住 不要抛下主要的问题 只说次要的问题 我们最主要的问题 在烧香的时候 第一个要祈祷的就是 愿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于我 让我相续当中无数事来 伤害我 令我在种种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恶道 吉人 天 阿修罗等六道轮回中 不断流转的因缘 吉贪 称 吃 慢 以等一切烦恼 稀皆消除 令我生起大慈大悲 菩提心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等菠萝蜜多 速速脱离轮回之苦 到达永久安乐的菩提果位吧 愿一切诸佛菩萨保佑我 加持我 令我在今生得到人参之计 为伴成这个目的 让我今生中修佛法的一切因缘 吉善缘 福禄受财 智慧 慈悲 德能等一切顺缘息皆增长吧 将修这样殊圣法的一切为缘 特别是疾病 灾难 痛苦和障碍等等一切障碍 和为缘息皆消除吧 与我有关的每一个人 令他们消除一切为缘 聚得一切顺缘 包括我的儿女 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亲朋好友等 令他们远离一切疾病 灾难等为缘 获得一切顺缘 我们要如此祈祷烧香 这样既没有放弃主要的问题 也达到了次要的目的 现前和究竟都圆满 8 端 1 这些人 1 这些人 1 端 1 端